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万表ICU 今天说到的是一位贵阳的表友寄来的一只万果 那根据这位表友的描述呢 是他前一天晚上喝多了 第二天醒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手表的指针飞快的旋转 感觉像被加的特效一样 场面非常的诡异 那现在呢 让我们把这个包裹拆开 看一下这只表的一个情况如何 整个包裹包装的还是比较结实的 底三层外三层 没错 确实是一只万果的飞行员 马克18小王子 马克18小王子联名款 表带是厚配的 盘面是深蓝色 非常的经典 后盖上的是小王子的形象 这款表目前是一个停产状态 那目前看来这只表是一个停走的状态 可能是没有动能的 我们来给他上一下链 看一下他的情况 上完链之后就非常的明显 真的跟开挂了一样 给人一种时光飞逝的错觉 这个很明显是行众系统出了问题 但具体是行众擦除了问题 还是行众轮出了问题 待会要拆开之后才能再做判断 那像这种问题 如果在品牌的售后处理的话 正常的整只表修好 加上配件的费用大概在3500元左右 那依照我们来看的话 费用大概可以控制在1000多就可以搞定 那具体的话还得看一下 是哪个配件出了问题 拆掉后盖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机身上还有一个底盖 那么拿出底盖呢 就是整个30110的机芯 这款机芯是在ETA2892的基础 机芯上重新打磨调校而来的 新款的马克18小王子 已经不再使用ETA的机芯 而是改用了SW300机芯 但是虽然品牌不同 但是两个机芯的结构 却是完全一样的 而万国之所以要换机芯的原因 我们会在之后的视频中 再带大家好好介绍 接着我们重新装上把头 把指针调整到同一直线上 并取杀它们 取下了表针之后就是拆面盘 拆下面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机芯的行纵系统 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 接着我们将机芯的部件一一拆下 我们可以看到机芯的行纵差其实非常的微小 也就是镊子肩部这么大 放大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行纵差的头部是有两个红宝石 全用红宝石的原因呢 是为了肩部能够拥有更长的寿命 但是这样看 显然还是没有办法看出 这个行纵差的问题在哪里 让我们再次放大 并且将一心一旧 两个行纵差放在一起 对比就非常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行纵差 中轴两侧都有转轴的尖子 而旧的行纵差的一边明显已经断了 问题也就出在了这里 那么知道了问题之后 接下来就是整机的拆解和包样 拆下来的外观件呢 我们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进行清洗 而机心的零件呢 我们则放在清洗液中进行手洗 洗完机心的零件外观件也就清洗得差不多了 我们放在烘干机上进行烘干 而风干了的机心零件呢 我们需要重新的组装和上油 在清洗零件时 机心的发条盒也需要清洗和上油 机构太多的发条盒 往往会造成上链困难 接着是其他零件的点油和组装 组装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机心的走势如何 并且做一些调教 抬架完成后 机心的性能 已经基本达到了出厂的标准 接着呢是安装盘面 表针和表壳 等待全部都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会将整支表 翻到撞摇器上继续上链 并且观察几日 那么经过几天的观察呢 这只做完器官移植的小王子 终于是可以康复出院了 其实关于小王子这款表 还是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聊的 那在之后的视频中 我会再跟大家好好地来说一说 关于这块表的故事 那么最终康复的小王子呢 我们会制作一份专属的维修报告 并和手表一起打包邮寄给他的主人